参与专业 替大家奉务 替大家打招 所以支持李明贤 支持蒋万安 支持蒋万安 支持李明贤 好不好 蒋万安 董事 蒋万安 董事 蒋万安 董事 李明贤 董事 李明贤 董事 画面现场是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包括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前总统马英九及国民党副主席连盛文 都到场站台力挺李明贤 肯定他实在做事最接地气 今天是明贤议员竞选总部成立的大日子 也是晚安第一场参与我们议员总部成立的活动 所以意义非常不同 简单讲 因为兄弟弟啊 明贤议员真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想过去一段时间 我观察到明贤议员 他真的是非常认真 最近我看到他站在路口 辛苦的跟大家肯托 拜托 即便他在议会的问证 直询 在电视节目上面 滔滔雄变 口调清晰 他都不忘在基层 请走 跟每一位民众相亲 紧握双手 一步一脚步 所以踏踏实实 实在做事 这就是我们李明显议员 对不对 各位相亲 好朋友 李明显议员 他对于台北市的交通 特别专业 是非常专业的交通议员 我知道 他是我们台北市 为我们南港内湖 争取最多UF UY站的议员 大家拍摸摸摸摸摸 他是第一名的议员 争取我们相关交通建设 不遗余力 包括对于我们 陈美桥的拓宽 民权大桥的整建 还有对于捷运 东环段民生机制线 希望加速新建 等等 他都为在地的相亲来争取 所以一直以来 我对于民权议员 除了感到敬佩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感谢 他为地方做很多事情 第二 他也很关心动保的意见 为我们选区内湖南港争取 许多狗公园 而且包括疫苗的施打 他都积极的为很多年轻朋友 来解决问题减轻大家负担 第三 民权议员 大家也知道 他不只是地方服务做的好 而且他常常站出来 表达公益之声 大家不管在网路上 电视节目上 看到民权议员 他是最接地气的议员 他每次谈到的议题 他都贴近民众的心声 尤其他对于过去这两年 防疫的种种缺失 他都能够一一的指出 而且一针见血 表达民众的心声 所以 内湖南港 大家都说是这一次 台北市各区选举里面 关键的选区 而李明贤 在关键的选区 是最关键的一席 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让这关键的一席 不只要顺利连任 而且要高票当选 这样好不好 一天合一 高票动算 这样中央 对 对 对 把这都不经意推荐 一推荐的就是强霸 强霸 强霸是 强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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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贤 高赛 李明贤 高赛 李明贤 高赛 民进党执政已经6年了 大家都希望 两年后的 这个 中央的选举 我们能够拿回政权 但是如果 市立员都选不好 我们就没有机会 对不对 对 我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出现 我真的心情很高 表示你们都认同 李明贤这四年 真的很努力在为大家做事 你说对不对 我是真的看到民间做很多事情 因为他做这个 不管是在社区的活动 民众的服务 特别是很多体力方面 跟很多学校的这种结合 他做很多 因为他常常找我 所以我知道 常常找我帮忙 不管是在自行车的 不管是校园的 所以一个议员我在想 我有时候接到他电话 我会接到手 因为他真的很多事实 叫我们胖 那其实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内补 比较你讲 更敌的议员 他没把自己弄得这么忙 无非他就是希望能够表现好 来争取民众的认同 所以我是拜托 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好朋友们 既然您认同 我们民衔 这么认真的为大家付出 我们就再给他四年 为大家做事好不好 来 讲外面 道帅 讲外面 道帅 明明显 道帅 明明显 道帅 明显 道帅 明显 明显 道帅 谢谢大家 谢谢 爱心 爱心 好想爱心 谢谢 爱心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多位贵宾到场站台支持 还有大批的支持群众 热情的为他加油打气 李明显说 内心相当感动 谢谢这些内湖南港所有的 我的好朋友在地的 这么多人来跟我捧场 因为今年选举非常艰困 要集中所有每一张选票 一个人拉十票 因为对万安来讲 内湖南港赢台北市就能赢 所以内湖南港是关键的选区 对我而言 第一任迈向第二任 要更努力更打拼 因为很多议员都是在连任的时候 划铁路的 所以特别在拼连任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谨慎 集中所有的选票 要来打拼 所以这一场竞选转部的成立 也是一个竞选活动的开始 我也要努力打拼 一路充斥到结束 这场选战才有赢的把握 所以一定要努力 努力再努力 我的服务2500件 在内湖南港甚至所有市议会的议员 我都是包括数量上提案 服务案件都是前几名的 在内湖南港的部分 我们附近看到了庇湖部 到了整舖整舰 还有包括大郭花海 还有包括U-bike设站 还有第一名 甚至包括在紫阳公园的整个舞台的重建 然后旧庄国小的后墙的整个翻新 这些都是我推动的 特别内湖南港的陆平专案 我也争取了一亿多 把内湖的很多的 包括破旧的马路重铺 所以我确实很努力 在做地方的服务的工作 这些政绩大家都看在 大家都有看得到 也摸得到 所以希望有这些的努力 然后可以化为 最后大家对我再次期待 希望可以给我继续服务的一个机会 细数任内一步一脚印的打拼 李明贤说希望获得选民的支持 让他有机会再为港湖来奋斗努力 因为很多内湖南港 还要在推动 特别在解决交通的部分 包括陈美桥的拓宽 这些都是有必要要做的 包括未来连外桥梁 甚至包括港前大桥的新建 这些在东环县民生系纸县完工之前 很多都要持续争取 第二个在推动路平专案 包括对于机车路权的争取的部分 这些都要努力推动 这些还有甚至包括 未来水域开放的地方 还有最关键的是 内湖老旧房设太多 这个包括要打破 包括都更要加速 这个都很多很多零零种种 都是未来我四年内 是未来四年政见目标 都是要继续努力的 如何让地方发展更好 都是我的目标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